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原先行政院可定 该在新北市银哥地区 后来历经政党轮替 并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决议 重新选址评估 历时应援的选址评估后 袁明会在21号召开记者会 公布宣定原博馆将烙脚在高雄市 陈兴湖园区 袁明会主委一将拔路而在记者会上强调 选址结果失清专家学者评估后决定 因为这个整个选址的过程 是由我们的专家学者来组成 也是由他们来评鉴 袁明会副主委同时也是选址小组 召集了的汪明会表示 袁明会在105年公告 重新办理原博馆选址后 共有新北市 桃园市 高雄市 新竹市 苗栗县 屏东县 伊兰县及花蕾县等八个地方政府 提报争取意愿 后续也分别进行实地会看后 考量选址面向 我们大概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2月 我们最后在2月的时候 我们经过这个委员内部的一个大家 综合的一个考评 最后我们责定 我们认为高雄市是最具有优势 原博馆原定将在108年动工 113年的正式营运 其成是否会受到影响 将紧速将原博馆选址结果的修正 先期推动计划书送国发会核定 大概会展延一年的时间完成 但也不排除会提早完工 算起来大概会再展延一年的时程 来做动工 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如果我们的整个行政的速度更快的话 也许还是可以赶上原来的进度 原博馆的建立希望能在未来具体推动 原住民族文化相关推广与保存工作 促成不同文化界的交流与对话 记者比例物理物杂料新北市新庄采访报道